过坐飞机看到空姐往往都很漂亮 但是您知道吗 其实呢 现在根据了解 有所谓的自己的肌肤呢 会有出现过劳机的状况 而这个过劳机的前三大族群 就分别包括空服员 本领族 还有陆运业服务员 肌肤是特别容易老化的 周静子新场青春脸庞 这一群即将飞上蓝天的美美空服员 比起一般上班族 却是瞬间老化的最大族群 有时候在飞机上 你一杯水 不小心拖到地上了 它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它就有可能就这样子就蒸发掉了 那更何况是我们的肌肤呢 真的不夸张 长期在上万英尺工作的空服员 待在机舱内都快变了干燥花 除了长细纹 高空中的紫外线更是无形杀手 有些组员的话 飞着的话 都会发现很多斑点 就是雀斑 半年就慢慢会 尤其是眼睛部分会越来越干 瞬间老化 此生空服员都有切身之痛 身为过来人传授给学妹的保养秘方 得先分辨自己有没有过劳机 比如说工作需要周策劳顿 超过十小时以上 或者是长期待在冷气房 机舱 上妆长达十二个小时 卸妆随便搓两下 不喜欢擦防晒 假如有四项以上的坏习惯 一个月下来 几乎立刻老三岁 也就是所谓的过劳机 像是空服员 粉领族 还有录运夜的服务员 都是过劳机前三大危险族群 抢救细纹斑点大作战 除了惠宝师还要拍打功夫 下眼皮拍打150下 上眼皮拍打50下 接着开始按摩眼头 眼尾眉头鼻翼穴道 至少按摩十分钟 防止眼部细纹 新手空服员把学姐保养当圣旨 谁都不想老得快 中年新闻 吴博依然一方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